有花友一直让我推荐一个在屋里养的绿植 我还是比较推荐这个的 这个从春天一直卖到现在 长得是真的快 而且它像竹子一样 你看节节高升 一旦是你不想让它长得特别高 你把它这个头啊 顶头一打 它会从旁边再生一些侧芽出来 就会变成郁郁葱葱的 你看像竹子一样节节高升 而且它有一个很霸气的名字 帝王万年青 给大家科普一个什么点呢 就是室内的这种关业绿植 它们的养护方法大致相同 你只要看室内的关业绿植 一般都是大叶子的 一般这种大叶子都是产自于南方 我们北方基本上很少有大叶子的植物 你发现了吗 除了黄瓜 黄瓜它是硬劲的嘛 除了这些除外 只要这种世纪长青的大叶子的植物 都来自于南方 首先第一个点是什么呢 怕冷 只要低于5度 这种大部分的绿植都会出现冻伤 所以说一定要把温度先拿个也好 阔叶类的这种关业植物 对于光照的要求就很一般 它完全可以在室内去养护 光照不好不要紧 您浇水的时候稍微拿捏 用手摸进去 盆土只要不干就别老是浇 有的花肉就是买回去以后 一天恨不得浇三遍 那是干啥呀 植物的浇水永远都是维持一个干色循环 植物在略干一点的时候 会给植物下达一个信号 就是我缺水了 开始长根 所以说干养根 施养苗 闲的没事 别总是把自来水 嘎嘎的一个劲点往叶子上喷 烙的一层水碱 还有的花肉浇叉叶水 这种都不行 用土的话还比较简单 只要是松软透气就OK了 别用那种黄泥土 你要是为了省钱 可以椰康松针还有炒炭 你要想挖晒一点 老花衣的通用配方土 是进口泥炭 它非常的挖晒 还有一个就是有的花肉 会遇到这种蚯蚓 蚯蚓它也不算害虫 也不算异虫 如果说这个盆里边 没有吃的时候 它也会吃掉植物的嫩根 不过不影响 有个一条两条 你要看得不顺眼 不舒服了 你可以拿掉它 也给大家科普了一个点 这个没事 问题不大 水底温度不低于5度 肥料的话选通用型 光照要求并不高 浇水就是尽量别积水 稍微汗的点 没什么大事 它不至于汗死 你补上水 它都能活过来 下面的这种老叶黄 水很正常 给它掐掉就行了 掐掉以后 会更加利于植物上面 长高高的叶子 长新叶 别的没啥 比较好养 如果说大家也喜欢 想要养一个这种 寓意比较好的 帝王万年轻 在下方购物车 下单就可以了 不多啊 老花一卖 我从来不走量 只走新 下方购物车 如果还在 链接还在 那就是还有 没有的话 就是已经受庆了 好了 我是老花一 两个最在意 绝不做记得点个赞 下期再见 拜拜